ActiveJob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它这个作业的描述 那么ActiveJob的话 它是在第一季调误器里面 运行的作业 对吧 我们放这 ActiveJob 是在第一季调误器中运行的作业 叫做ActiveJob 那么作业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作业分为两种类型 我们说阶段也分为两种类型 阶段也分为两种 是不是一个结果阶段 一个是SuffleMap阶段 对吧 那么结果阶段是执行Action动作 对吧 的最终阶段 SuffleMap阶段呢 它对Suffle进行什么 输出文件的写操作 如果照片同用了同一个的话 可以重用 是吧 OK 那么看一下这个 作业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什么呢 一叫做结果作业 对吧 是结果作业 那么结果作业 它是计算一个结果阶段 对吧 执行一个Action来计算结果阶段 或者说是一个Map阶段的作业 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结果作业和一个Map阶段作业 它不有两种类型吗 对吧 那么作业可以是两种类型中的 两种类型吧 是吧 作业它可以是两种类型 一个是结果作业类型 或者说什么 一个Map阶段的作业类型 这么一样对吧 那么它是计算Map输出吧 对不对 所以结果类型 结果作业 它计算的是什么 是结果阶段 要执行什么Action 它计算 结果的阶段 对吧 它要执行什么呢 它要执行一个Action 它要执行一个动作 或者说是一个Map阶段的作业 那么2 对吧 就是Map阶段 是对子 Map阶段的作业 对吧 Map阶段的作业 那么它是计算什么 计算Map输出吧 对吧 这个当时对目什么意思 下流 还是下游 下游 对吧 不要下游嘛 对吧 下游阶段被提交 对吧 所以在任何下游阶段 被提交之前 那么它要计算出输出结果 对吧 谁啊 是不是SuffleMap阶段的输出结果 对不对 所以它是 它是为SuffleMap SuffleMap阶段 计算什么 计算输出结果 以够下游 SuffleMap阶段 是用吗 Map阶段吗 对吧 这是这个 那么后者 后者的话是用来什么 Adaptive什么东西 Later Later的话用于是这个适配 适配查询计划 那么它要找到什么 它要找到这个Map的输出统计 再提交这个最Later 下一阶段是吧 后者嘛 对吧 提交这个 后一个阶段 之前 对吧 它要找到输出统计信息吧 那么我们区分 我们这是Distinguish 是不是区分啊 在这两种 任性区分怎么区分 是不是使用了一个 叫做FinalState的次段 来区分这个类型 对吧 所以这个作业 这个ActiveJob 它这个活跃作业 它分别两种类型 你到底是 ResultJob阶段 还是MapStateJob类型 通过什么 它主要使用 Final什么 FinalStage吧 对吧 它使用FinalStage这个字段 字段进行 类型的划分 就它 那么作业它只是 Track 跟踪什么 LeaveState 叶子阶段 是吧 那么客户端 它直接提交的叶子阶段 那么通过DH调度器的 提交作业方法 或者说提交MapState方法 然而那么 作业的类型 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个什么 引发这个其他的早期的执行 对吧 或者还有什么多个作业 它也可以共享什么 之前那些一个阶段 那么这要依赖什么 通过什么管理 这是通过这个 调度器管理 对吧 所以依赖关系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 调度器 DH调度器内部管理 看一下这个 通过DH调度器的提交作业 或者提交Map阶段方法 那么这个客户端 客户端 它是直接提交 提交什么 提交这个 直接提交的叶子 这个作业 它只跟踪什么 它只跟踪哪些阶段呢 是不是 树叶阶段 对吧 刚才的说明 这个Job它只是 它只跟踪 我们叫LIFT LIFT LIFT 对吧 那是客户端提交的 LIFT 那么这一点 主要通过什么来实现 通过这个调度器的 提交作业是吧 提交作业和提交Map阶段方法 来实现 通过 调用 调用 DAG 调度器 的 Submit Drop 是不是提交作业 对吧 提交作业 或者 Submit Map阶段 提交Map阶段 这个方法 实现 就是你跟踪是吧 你跟踪这个客户端提交的这个 怎么实现的 通过这两个方法来实现 那么作业中的类型 它可以引发什么 作业类型 它可以引发一系列 早期阶段的执行 对吧 所以作业类型 它可以会引发 引发 引发 之前 是吧 之前 Stage 是不是之前Stage 对吧 Stage的执行 或者 多个作业 也可以共享一些 之前的阶段 对吧 而且 多个照板 可以共享 之前的 Stage 那么这个依赖 依赖关系 在哪里管理 是不是由DAG 调度器 内部管理 对吧 所以这些依赖关系 依赖 关系 由DAG 调度器 内部管理 那么对于一个活跃的 作业来讲 它有哪个属性 Job ID VID Final Stage Final Stage 就这个阶段 什么 这个作业 它要计算 的阶段 那么可以是 结果阶段 对吧 这是这些X的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 Suffle Map阶段 用于Suffle Map阶段 所以Suffle Map阶段 阶段分为两种类型 结果阶段 还有Suffle Map阶段 而这个作业呢 也分为了两种类型 结果类型 对吧 结果作业 和谁啊 和Map Stage 作业 它是针对这个的 主要是计算它的输出 对吧 而这个结果是计算 输出结果的 最终结果 好了 这是Active Job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是 看到过一个叫做 任务调度器的东西 对吧 这是作业 在Spark里边 有作业这个类码 这是Hadoop吧 对吧 我们要找的是Spark 说没有啊 对吧 Spark里边 这个作业是什么里面 这是 Org Apache Project 这是接体下的 是吧 这不是这个Spark下的 这是接体下的 这是IO class 那么你看 Active Job 它有这类吗 没有 它有负类吗 是不是有没有 对吧 所以它就这么一个类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 Final Stage 有吧 有个Final Stage 那么这个Final Stage 是什么类型 是个Stage类型 这不算什么 好 谁Stage 我们有没有写Stage 写了 它是任务的集合 计算作业的中间结果 同一个RD的每个分区 它都会应用相同的计算函数 在Suffer的边界处境隔离 阶段 对吧 它会引入一个隔断 对吧 上一个完成之后 才能计算下一个 有两种类型 OK 那么Stage 看它怎么说明 Stage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parallel task 对吧 Stage呢 它是一个集合 并行任务集 所有计算 同样的函数 对吧 同一个函数 那么他们需要运行什么 运行在这个 部分作业吧 对吧 部分作业里边 那么所有的任务 它都有同样的一个Suffer依赖 每一个任务的DAG 每一个任务的DAG 它都运行 都有什么DAG 对不起运行吧 对吧 它是要分成什么 分成多个阶段 在哪个边界 在Suffer发生的边界 那么 DAG调度器 它会运行这个阶段 以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脱扑啊 它不知道这一口 对吧 以脱扑的顺序 来运行阶段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DAG 它是一个 并行的任务集合 它是并行 任务的集合 所有的计算 这是都计算的吧 他们都计算同样的函数 他们都会计算 同一函数 那么所有的任务呢 它都有同样的一个Suffer依赖 对不对 所有的任务 都有 有着是吧 同样的Suffer依赖 那么每一个任务的DAG 都由谁来运行 都由调度器来运行 对吧 应该是由调度器运行的 每个任务DAG 就是有效无法读 它都会被分割成什么 分割成阶段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Suffer发生的边界处 对不对 所以调度器 它执行 或者它运行的DAG 调度器 它运行的 任务DAG 它都被划分 它会在哪 在这个Suffer边界处 划分 会被切割成什么 会被切割成不同的阶段 对吧 只要你发生了这个Suffer 它就在不同阶段 那么这个调度器 它运行这个阶段 以什么 以托扑顺序来运行 托扑 顺序 来仔细 那么每一个阶段 它既可以是SufferMap阶段 对吧 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结果阶段 这不刚说过吗 对吧 所以阶段它可以是SufferMap阶段 也可以是结果阶段 SufferMap阶段呢 那么它的任务结果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其他阶段的输入 对吧 所以每个阶段 每个Steach 它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SufferMap SufferMapSteach 那么在这个阶段下 对吧 它的输出 它的输出是什么 是另一个 或者是下一个 下一个Steach的输入 对吧 其他Steach输入 或者说是结果阶段 那么结果阶段 那么它的任务 直接计算一个什么 Action 所以还可以是 每个Steach 可以是Suffer 对吧 SufferSteach 也可以是 ResultSteach 对吧 那么该阶段 它是执行什么 它执行的是一个Action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任务 直接计算 SuppertAction 该阶段 Task 直接 直接 执行Action 直接计算 计算Action SuppertAction 通过运行个函数 是吧 在RDD上 运行函数 来 来 找到它 还有一个 对于SufferMap 阶段 我们也需要跟踪 这个节点 对吧 那么每个输出分区 所在的几点 所以对于SufferMap 极端 需要跟踪 每个 节点 跟踪 那个节点 对吧 每个输出分区 所在的 每个阶段 它也有 第一个作业ID 这什么意思 每个stage 它也有一个 第一个作业ID 那么它区分 这个作业 它是第一次提交 它区分于什么 它和这个 第一次提交的 第一次提交的 这个阶段 区分开来 对吧 Five 什么意思 Five 是先进先出 对吧 这是一个调度器 调度策略 就是先进先出 所谓的先进先出 就是你先提交的 作业 先运行 它运行完之后 再去运行 后提交作业 除了它之外 还有一种什么呢 叫做公平调度 公平调度就是 只要有作业 提交过来 就分走一半资源 公平调度 在测试环境下 配哪个 配Five 在生产环境下 配Five 大家看 看一下Spark的集群 在Spark的集群里边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配置文件 看一下这个 看到这个 这Spark吗 Spark的配置文件在哪里 EMV 对吧 在EMV里边 看有没有一个Five 这边 HTF是EMV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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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调度模式 这是哪个文件 我看一下 这呢 看见没 这是个公平调度性模板 是吧 这不是公平调度性模板 那么它有一个 分配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产品 产品的话什么意思 FIRE是什么公平调度器 对吧 还有一个测试 在测试的话 是不是FIFO 先进先出 所以在生产环境下 应该改变它的配置 就是一个公平调度器 我们先把它说完 这是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它都有第一个作业 ID 对吧 然后区分于什么呢 区分于第一次提交的作业 所以每个阶段 所以每个阶段 它都有 都有一个什么 first job id 它区分于什么 它区分于提交谁啊 提交的 应该是首次提交的 阶段 id 是吧 区分于首次提交的 id FIFO调度使用的时候 那么这允许这个阶段 是吧 这允许这个阶段 早期作业 它被完成 它要先完成 对吧 那么后期再恢复 最后呢 这个单 单个的这个阶段 它也可以被重复执行 对吧 再多个什么 多次尝试的时候 因为这个容缩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阶段的对象 它可能会跟踪多个什么 阶段信息对象 来传递这个监听 嘴巴不用挨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了 这个是stage 那你想stage的话 它是不是有子类啊 对吧 两个 一个是resultstage 一个是sufflestage 看suffle sufflestage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中间阶段 对吧 sufflestage 是中间阶段 哦 我们出到了 大家想看 整个 Hydop的话 Spark 它的这个 它的rd 它包括map和action 是吧 对吧 它包括map和action 那么这个action的话呢 它会要处发一个 最终的阶段之前 但是在这个action之前 是吧 有很多阶段 有一些是suffle的 对吧 比方说reducebykey 是吧 还有就是债分区 这些都是要suffle的 所以这些suffle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sufflemap阶段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执行 DAG 的时候的中间阶段 那么它会产生数据输出 对吧 它们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每个suffle操作之前 对吧 对吧 所以sufflemap阶段 它会产生什么 它会产生输出 产生输出数据 对吧 在每个什么 每个suffle之前 在每个每次吧 每次suffle之前发生 那么它可能会包含多个管线 多个操作管线 在它之前 就当它执行的时候 它会保存 是吧 保存输出文件 那么可以让后面的reduce任务提取吧 对吧 suffledep suffledep 就是它的这个字段 对吧 叫做suffleelime 所以它有什么 它内部 还有一个suffledep的字段 那么这个字段 它描述了这个suffle每个阶段 对吧 还有一个变量叫什么 叫这个outputlocation 对吧 输出位置吧 还有个number什么 availableoutput 就是可用的输出 来跟踪有多少个map输出 对吧 已经就去了 对吧 那说明它除了有这个 那么这个依赖关系之外 还可以有什么 它有之段 有相关之段 对吧 它可以记录什么信息呢 它记录 产生了多少输出 以及多少输出可用 那么sufflemap stage 它也可以被提交 它也可以单独提交 是吧 那么做一个作业 它用这个方法 调度器 DAG 这个方法 可以单独提交什么 单独提交suffle阶段 对吧 它提交这个suffle阶段 那也说它不只是提交作业 也可以提交一些个map阶段 那么对于这个阶段 active job 对吧 就是这个 提交的这个作业 它就会跟踪什么 在这个 它就以这个状态 只是进行跟踪 对吧 还有注意事项 对吧 这也可以是什么 是多个active job 尝试去计算 同一个什么 sufflemap阶段 那么调度器 DAG调度器 它可以提交作业 也可以提交什么 阶段 也可以提交阶段 那么还有一个是 result阶段呢 对吧 这是result阶段 结果阶段 它应用一个函数 对吧 再分区吧 在RDD的分区上 应用一个函数 来计算 这个x的最终结果 这个结果 所以该阶段 它是在RDD的 所有分区 应该是分区集合 分区集合 来计算一个函数 它会计算 来应用一个函数 来应用一个函数 一些分区 它是在RDD的 一些分区中 来应用一个函数 它要应用一个函数 来计算结果 对吧 来计算x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阶段 最下 它会 capture捕捉 它会捕捉 这个执行的函数 那么funk 那函数 对吧 它将要应用到什么 每个分区 那么这个分区 ID集合 对吧 还有分区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它携带的 这参数 那么有一些阶段 它可能不返回 对吧 并不在所有的分区上返回 像first和L lookup 就是说 它可能不会全返回 对吧 所以有一些阶段 它可能并不是在所有的分区上都运行 对吧 对吧 在那里 你像这个first或者是lookup 所以有些阶段 它并不会在所有的分区上执行 例如first 就第一个嘛 对吧 还有呢 lookup 就查找 那你没有必要 得到第一个 还要去拿到所有值嘛 这个是结果阶段 结果阶段 可以了 stage 两个 souplemap 还有一个结果 那么图形的话 应该是这种 咱看外部UI 是不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就是 这是一个stage吧 我记得咱们在做那个数据倾斜 单次统计数据倾斜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对吧 这个是stage解 好像从2开始的 你们注意到了吗 3 还有4 那么它是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东西 什么sc的test 对不对 test file 然后往下来之后就开始压扁了 对吧 这是re吧 对吧 re吧 然后re怎么办 flatmap 是吧 压扁 这是二节 r2 你压扁之后咱们又干什么 是不 用map映射 对吧 但是你一旦映射的话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r4了 r3是干什么 我们第一次 应该分了两次聚合吧 对不对 咱们解决那个数据倾斜 大家看一下 两次吧 我那个类在哪呢 ln好像是吧 ln 在这里 错了 那么先压扁 是这个吗 先sc 然后压扁 两次map 是吧 对吧 两次map 那么两次map的话 那在图形上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map 是不是又map 对吧 map完以后开面开始聚合 聚合了吧 是吧 那么一聚合的话 它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是吧 我记得它是往这画的吧 是不是这个 好像从这出来的吧 是这个吧 它叫什么 是不是reduce byk 对吧 它是不是又map一下 那么reduce的话 是不是就开始suffle了 一suffle 就不产生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边界吧 对吧 产生新的边界 然后它又去map map完以后 是不是又聚合 这个吧 它又聚合 它再聚合的话还是什么 对吧 然后它又干什么 是吧 是不是又掉了一个c c 这点什么 cwise 对吧 cwise 实际上写是吧 那么如果这样写的话 我们看一下那个sale 我们进到sale变成s call 把卡把杀掉 这开吧 我要把hbs也停掉 诶 stop 不对吗 没有hbs吧 我开一个spark spark save 什么都不加 什么模式 本地模式 本地模式 那么我们看一下webui 它的ui端口罩 4040是吧 这是没有作业是吧 然后咱们怎么做呀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那把口来 是吧 是吧 对吧 把它拷过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本在不在 这生成os是吧 那应该是home os 有这个东西是吧 这个应该叫什么 collect 对吧 好像不像这么写吧 是后一整 对不对 可以赢吗 另一个 是 の www.youtube rdd1没有吧 rdd1 我能拿rdd1 哦 这个 那就点就可以了 是不是链啊 对吧 我们就直接链一下 我们就直接链一下 可以出差了 htfs 使用了 这样 出来了 刷新 这个吧 这个是吧 ok testfile map 这是一个阶段吧 states0 我就上次是2 他是0阶段 他1吧 对吧 然后reduce state2 那这里边好像没有显示什么阶段 没有实现 action 对吧 他只显示了这个阶段 action就开始执行了 对吧 那么点他进去 sufferrd reduce by key 对吧 那么这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任务 对吧 这是他的任务 我们看一下前面了 testfile 这是他的阶段吧 从文本 你看这个 到这个 对吧 这是map project 这边 压扁嘛 然后映射 再映射 他都是map分区 这是他一共的完成任务 对吧 他完成任务 四个 还有这个聚合 01234 这是调度器延迟 对吧 看下这个 suffer suffer map stage 还有结果stage suffer map stage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是产生输出数据说 在每次suffer之前发生 内部还有什么 还有suffer这个依赖 由相关之段记录 产生多个输出 那么也就说这个 图形上他所展示的这些内容 这些都是suffer依赖的 对吧 他就是suffer map阶段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suffer map阶段 对吧 虽然他对他进行了聚合 但是他相对他来讲 是不是还是suffer map的 是吧 他也是suffer map的 可以了 在 在一个代码当中 我们看一看 还有一个结果阶段 那么结果就该阶段在 RDD的一些分区中 应该应用函数来计算 action 对吧 那么有些state 并不会在所有分区上执行 这个结果阶段 我们在图里面有结果阶段吗 看一下阶段 看一下阶段 这个collect 这是这个阶段 哇塞 这是什么 这是map 这也是map 这也是 这些都是什么匿名函数的 看一下存储 环境信息 执行县程 执行县程也没什么 有枪式行县 他这个UI上的内容并不并不是很多的吧 我们很多概念没有显出来吧 他也没给我们是什么suffer阶段 还有这个reserve阶段 这个我们只能慢慢去找了 还有task 那么task的话这个类 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个类啊 task scala包下 spark包下有吗 这不是吧 他有一个任务调剂器 看一下任务调剂器啊 这个吗 任务调剂器是在这个DAG调剂器之下的 对吧 所以调剂器 任务调剂器它这个实现嘛 大家看一下啊 它实现了哪个接口 是不是extend 对吧 它实现了这个任务调剂器接口 这不是treat吗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treat来讲 它只有什么 它只有这一个实现 它只有这一个实现 所以任务调剂器 它是一个底层的任务调剂器接口 当前它实现了什么 是一个extruth 什么意思啊 这是排他的吧 对吧 它是由这个类来唯一实现 那么这个接口 它允许插拔 plugin 对吧 在不同的什么任务的调剂器中 进去插拔 每个任务调剂器 它调剂任务 给一个单独的什么 上下文 这些调剂器它会得到任务集合 对吧 就是提交给他们的任务集合 就提交给他们的任务集合 从哪啊 是不是从上层的 DAGWP 对吧 对于每个阶段来讲 因为我们说阶段是谁的集合 阶段是任务的集合 这对吧 作业是阶段的集合 阶段是任务的集合 然后它要负责发送这个任务 给这个集群 然后运行什么 运行他们 如果失败呢 还要重新尝试 从事 对吧 还要这个 这是导入吧 对吧 他们会返回这个世界 给这个DAGWP 那说明它是要跟谁通信呢 它是要跟上层的DAGWP通信吧 对吧 所以它要把结果返给它 它向它传递这个任务集合 然后这个调度器呢 它要把任务发给集群 发给集群的某个节点 它要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Spark的集群 调度器呢 它向集群上去发送什么 发送任务 在哪个节点 然后还要运行它们 失败以后还要从事它 retry 对吧 然后收到结果 把结果再发给谁呢 发给DAGWP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说明 而且在整个Spark应用当中 它就这么一个任务调度器实现 这是唯一的实现 就是排他性的 但它可以插拔 就是你可以自己实现一个任务调度器 对吧 上午到这吧 下午咱们继续 好 好 好